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 过了几轮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迈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犹大领了一队兵 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拉人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迈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找拿撒拉人耶稣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 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 说,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消掉他的诱饵 那仆人名叫玛勒骨 耶稣就对彼得说 收刀入鞘吧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那对兵和千夫长 并犹太人的差矣 就拿住耶稣 把他捆绑了 先带到亚纳面前 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 该亚法的岳父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 向犹太人发议论说 一个人替百姓死 是有意的那位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 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 和开门的使女说了一声 就领彼得进去 那开门的使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 他说 我不是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火 站在那里烤火 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 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耶稣回答说 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殿里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 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呢 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 用手掌打他 说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证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亚纳就把耶稣 借到大祭司 盖亚法那里 仍是捆着借去的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 说 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消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 彼得又不承认 历时 鸡就叫了 众人将耶稣 从盖亚法那里 往衙门内借去 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秽 不能吃逾越节的沿袭 彼拉多就出来 到他们那里 说 你们告这人 是为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照你们的律法 审论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 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 叫耶稣来 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 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 嗯 这样 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哼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规矩 在余悦节 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真人 要巴拉多 这巴拉多是个强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